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第二期的海外淘宝B加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我淘的广彩盘子 以及不同时期的广彩呈现出来的风貌 这期我们看我又淘到什么了 大家看我在这边呢,有一些米通瓷的碗 也叫玲珑瓷,OK 大家可能觉得这些碗非常普通,是不是 因为很多人呢,在七八十年代,甚至两千 甚至现在啊,家里都在用这种碗 这种碗呢,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食用期 但是它贯穿了很久的时间 从这个清代的乾隆时期,甚至更早都开始用 这个词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 就是它是一个唯一没有被日本学去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日本到现在都没有做米通瓷 那这个米通瓷的碗淘来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呢 是因为我是从一个华人移民的家里淘来的 他可能已经有六七十岁了 他说这是他妈妈在可能六十年代买的这些碗 那么这些碗呢,可能会去到民国左右 因为它是碗玉款,而且有China这个字样在上面 可能会去到民国这个碗 那么为什么赶人呢? 他是说他妈妈呢 当时移民到加拿大是要挑着这个菜啊 挨家挨户去卖这个菜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啊,这个歧视都这么严重 以前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边那时候的华人呢 真的是没有社会地位 他们只能挑着扁担 去挨家的 问别人要不要菜 而且这个时候他们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孩子养大 而且培养成律师 医生建筑师 在各个行业呢都是精英 这些母亲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么他跟我讲的这个典故 为什么很感人呢? 他说我妈妈最大的心愿当时 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不洗碗 我问他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还要洗碗 他说因为当时我们家呢 是碗是不够的 我们比如说有五个人 但是我们只有三个碗 那这时候呢就是三个人吃完饭以后 要把这碗洗掉 然后才能让另外的人继续吃饭 那当时他妈妈说最大的心愿 就是可以不洗碗 吃完一顿完整的饭 那这个呢在我看来是很感人的 现在因为我们 特别是80后以后的年轻人 都很难想象到这种情形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离我们并不远 你看这个器物呢 就承载着这样一种记忆 也之所以他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小心的用这些碗 到这么长时间呢 还是保持的非常好 那这个碗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文饰什么的 跟现在的碗是不一样的 我给大家找了一个我们家现在在用的碗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国景德镇的创汇期的碗 这个碗现在在中国也不是很容易建 而且现在景德镇的人都在找这个碗 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年代啊 相对来说较早 这叫创汇期 大概是60到80年代生产的 那这个底下还有一个小藤 叫乳突 小突起 这也是一个相对老的象征 而这个碗呢就比它要老很多了 你看这两个碗的底足的这个 这个是完全手绘上去的 而且它的这个蓝色啊 是已经进到了这个瓷里 是吧 那这个碗就是在国内其实还是相当有价值的 现在这样一只碗 以前是很不起眼的 这个碗现在呢 国内可能能买到几百块了 我想可能三五百块 那这个碗我是多少钱收的呢 大概是一块多钱 也就是说 这边的移民呢 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碗 虽然是承载了很多很多的记忆 但是谁会要这样一只碗呢 所以呢 它卖给我 我也很感动 我也很开心 所以我也会好好的保留它们 也会好好收藏它们 也会把它们当作一个好东西来珍藏 而不是说随便 虽然它是古董中最基础的东西 但是呢 我不会随便把它扔掉 那么想起来这个碗呢 我也想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碗 还有不同的这种款式 有的时候在民国的时候啊 它会有唐号 比如说是珍什么珍藏什么的 那你看这个是造真款 造真 这个也是不多见的啊 大家看一下 造真 OK 还有这种小碟也是很漂亮的 这叫芝麻碟 也可以放小盐小芝麻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介绍这些了 那米通瓷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底款 还有比如说景德镇制 这就是景德镇的这个现代官窑了 就是他们出的一个高端产品 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也是中国款 中国款也是景德镇在超会期比较早出来的一个款 好吗 那这一期节目呢 我想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 所以请大家积极的留言参与讨论 我会把这个碗呢 一对送给抽奖 就是在comments 在留言区 可以留下你的意见的人 其中一位 好吗 希望大家能中奖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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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